alsKassionTimes.hk 這些遊戲會有點時傢俱呢? 或者在大陸變成現在? 多々小一小都是香港人的罪孽 雖然不是罪孽啦,都是生意的 不是啊,原因是你要看實話 然後し哪裏它沒有感覺 他喜歡打拳王 喜歡打到玩那個貨的遊戲 都貨那麼多 那間公司說不如賣吧 SNK 真的很紅 是 真的收到錢嘛 他們那邊的FGO 但我現在想回 那時我就是想回 大陸人真的很喜歡打拳王 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麼喜歡打拳王 開頭在哪裡呢 我那時就明白 因為其實香港真的是老翻天堂 因為拳王真的很紅 為什麼呢 有人專門是打拳王的帶 因為其實沒有什麼保抵的帶 沒有 很少保抵的 他就用電子零件照拳 打拳王出來 然後就做回一個一樣的 翻版帶 你在面上看不到有分別的 拳王最紅的時代 譬如拳王 拳王99 到2000了 2000了 很冷旺的時間 會怎樣的呢 你在街上 如果大家有印象 你想一下 你在街上 其實呢 第一個星期的時候 街上沒有那麼多遊戲 第一個星期的時候 通常大家一人有一步 對 很少的 排隊打 做個狗那麼貴 你在街上跟機是很長的 對 很久都打不到一拳 當然是那一小時了 還有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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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收到五、六元一拳 當然了 一段時間了 過了兩、三個星期就會開始 突然變成了 大家各擺死 周圍都有了 整間機店都是 十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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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 每年都可以好好地更新的版本 而呢 更新的版本 最好笑的地方就是這裏 就是呢 很多賣靜借的 對 上席那些舊代的 令人想到 於是就有個這樣的 有個層踏式的效應 嗯 那些舊的版本去了哪裏呢 舊的版本其實呢 比起你說賣酒呢 很多時候呢 就是一拌一拌的送了回大陸 賣 賣的 即是不賣的 會有機會 不是 那因為 我一斤這樣計的 因為有可能是香港人上去開的 哦 OK OK 所以就 直接移到上面放就算了 反正大陸那些都不會那麼大要求 所以其實呢 那時候呢在大陸有一個很搞笑的狀況 就是呢 在一些一線城市 在一些前一點的地方 或者近香港的地方 是啊 深圳啊 廣州啊 他們就主要是吃我們 流下去的那些遊戲 是 即是呢 譬如 我們在香港 胡亂說不說不說 我們在香港玩著 如果玩著拳王靈異的話 就這樣說吧 他們就玩狗派了 他們就玩狗派了 嗯 但是最好笑的就是呢 你再入一點 你再去一些偏僻一點的那些 那相對於又少一點 他們就要玩一些再舊一點 他們就要玩狗派了 因為玩狗派那些 那些大陸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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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玩狗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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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那個真是可憐啊 所以呢 其實呢 其實呢 大陸那麼紅拳王呢 其實他多多少少都是因為你那些傢伙把那些遊戲混亂回去的 而且那些全部都是撿回來的 因為那些老花沒理由拿去賣的 其實 你賣就賣回給認識的人 認識的人你不會亂賣的 而且你賣一百元一隻你也知道有鬼啊 大家行家都知道什麼事啦 你也知道有鬼啦 是不是呢 那大陸沒有人收的 但是沒有人收的 搞到你到處都是拳王 因為你撿得最多出來的就是拳王 搞到大陸又是撿拳王 拳哥是 是 那就可憐了 製造這個風潮 其實就是來自香港富一撿帶的那些 那些老的那些 老的那些 是 就是製造了整個大陸喜歡打Kill 是榮華月餅的 風行全世界 是 是